最近很多人看到別人的成就的時候 都會問說為什麼別人能夠做到 那我們在台灣卻不能夠做到呢 我覺得這個理由很簡單 就是你要知道別人做到的辦法是 成先起後從哪裡來的 所以在今天這個Vogue29年的攝影展當中 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 時尚這件事情是有累積 有歷史 有來龍去脈 就像你在看《川普拉達的惡魔》這部電影當中 不知世事的小女生 為了一個藍色偷偷笑出來的時候 這個總編輯《梅里史萃布》有多麼的火大 就是她說這有什麼好笑 你知道這個藍色會影響到多少人 一直延伸到你最下油的 你身上穿的那件醜陋的藍衣服上面的藍色 都是從我們所決定的這個藍色而來的 那時尚這個東西對很多人來講 比較遙遠比較飄渺 可是實際上它就是參與我們生活當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來看這個攝影展 你會發現時尚其來有字 而且你可以看到逐步的流變 看到它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20周年也好 100年也好 它們都意味著無數的人投注他們的心血 才會成就今天這麼美好的狀況 那我相信看到這個攝影展 我們會產生很多的敬意 而且不會那麼焦慮 會更有耐心把我們自己的事情給做好 遇見Vogue跨世紀時尚攝影展 9月15號開展了 我向你好好的推薦喔